嘩,第二招 香港,不好意思,照著烤鑑 今天怕口臭 弄傷了朋友,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是輕挑 香港玩具展 業內的 Round 2 又選了一個 booth 這個呢,你們可能認識,可能不認識 喂,Hello Brian 不是,Hello Brian Hello Jefferson 軍事模型迷 應該是福音 我去看看 待會一直說 都是給你看看我包養 有提訴 哇,馬上轉過來 好了,就是這個 我們先看看牌子 Watterson 其實都是廠商 但是他們也有自己的品牌 都了解過 他們的廠房 投資都不少 香港公司 都是我們那群 Toyz TV 那些打黑粉絲 那些朋友就喜歡這些 所以我們特地來拍拍這個 booth 那 其實他們跟 UniMax Fors of Failure 有些淵源的 那這個慢慢才解釋 所以他們會 carry Fors of Failure 這個brand name 就會繼續做一些 踏車 但是他們同時 都有一些新的系列 新生地 都用回Fors of Failure 看到 就有遼寧號 那我們待會先去遼寧號 我們從軍事 和從 Hobby Goods的角度看 我們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麻煩 香港人有想很多 好了 這個遼寧號 就是一個vlog chart來的 灰色 未完成 不過我們看到一個大小的 在企業號旁邊 大家知道企業號是多少 在軍事那些 企業號就是這麼大 那遼寧號是小一點的 實物也是小一點的 很期待的 遼寧號 沒錯 那是的 我相信很多 不一定是香港人 或者外國人 都有興趣遼寧號 因為這隻是史上第一隻 中國自己的航空母艦 當然 很多人說 船身以前是我的 即是蘇聯 前蘇聯的艦體 但是 其實裏面很多資料 都升級了 因為這隻艦 有30年歷史 有好幾次 所以 如果用回那個年代的制式來搞 不夠先進的了 其實第二隻的遼寧號 同類型的艦 全隻 全身是由中國自己建造 應該都好像是下水 不適合油 不要爆 補充在下面留言 同期 一比七八的 一些 我們叫做 finish finish 即是原成品來的 當然 上色方面 大師級 當然未到 是產品 但是 作為一個產品 質素 你也可以 不用浪費時間 去游 比斯麥 或者 Trippis 姐妹藍 是同一隻 同一款 麥蘇里 這支 麥蘇里 我比想像中好像小一點 不知道是否 不過 英國藍 很多 王家坊 很有趣的 這支航空母艦 我自己挺喜歡的 是很小的航空母艦 其實現代英國的空母 還有一隻 很多讚 多謝你們 這支 這支 這支應該是給產品的 我知道 這支 就是 這支 這支 阿里 這支 珍珠哥 被人炸的 美國人 被日本人炸的 也不知道是否 特地被炸 舊男 一戰 遠景 你看到一隻大和號 Fritmark 和Trippis一樣 也是拍了一隻 遼寧 其實是很粗養 很多細節 還未有 可以看到大致的大小 好了 拍完他們的戰艦 先拍到一些場景 嘩 嘩 又失靈了 最後才去到一些 叫做 雅日 其實那支坦車有些遙控 所以在這裏有個遙控的示範 好 都去坦車那裏 去去去 當然 來這些展覽 又吃又吃 英雄滿色 有很多 紀念品 拿的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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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前見過的 好似 比以前 好似 又再重新調製 那裏 是比 UNIMAX 好似的 因為我走過十幾年 我自己見過的 那 希望 越來越好一點 對吧 沒理由不會太差 OK 這輛美國的 火田炮車 我叫火田炮車 有名字 忘記了 這輛T72 這輛Elefant 或者肺炎 這輛Panfa 好像比之前的漂亮 不知道沒有腳 是不是調整過 待會可以問一些 負責人 那支88mm跑 嘩 好意思 真是漂亮 等下先 等下先問一下主持人 就是公司主持人 好像是漂亮了 真的 嘩 這個以前 嘩 這個Hexer 好像沒出過 好像出過 但好像真的好看 精細了一些 一會兒問 哎呀 有失控了 那支棍 那我就不說是哪支棍 但我們在用的寬頻 是Smarttone 很多人都讚我們好上 Smart Tone,如果聽到就贊助我們 很多時候都要贊助 背景呢,我們會看到一些我們最勤力的老闆 不拍他了 Tiger One 一堆 Lipper 德國現形Tiger T32 兩架Lipper 好,那我就回到這裏 我們就來了 鏡頭要控制一下 不太順 轉不到彎 為什麼轉不到彎 轉多了 好,再轉轉轉 見到一個盡男在前面 這個就是Sunny 沒錯 就是Watson的代表 好,那我找來做什麼呢 介紹一下我們這隻 是未完成的樣板 就是T72 T92 其實基本上都完成了 我們只差三套帽 就可以推出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本身有58件合金件 而且你會看到有些以前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就是你會發現 坦克車的車面 你會看到這些紋路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紋路呢 因為其實 在戰爭裡面這些坦克車 其實它們全部都是natural casting 做出來 其實如果你是根據現實的話 一定會有這些紋路 因為我們去博物館讀數 因為我們全部坦克車都是跟博物館拿數 例如我們這隻British Challenger 打派金世界也好 都會去英國的Bolvington Bolvington Museum那裡拿數 我們拿數的時候發現 它的面其實有這些東西 於是我們就 我們嘗試去做這些紋上去 它比較貼近這個現實 因為其實我們的品牌 除了你說做玩具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個使命 就是要記錄歷史 因為這個是在 例如Force of Vella 我們之前買它回來的時候 這個也是上一手的老闆 因為它退休了 它也是叮囑我們 這個是這個品牌的 很重要的一個使命 我們要繼續做下去 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實際來說也好 沒錯Force of Vella 是以前超過10年的品牌 現在他們也延續這個品牌 剛才我看到這些是Force of Vella的帽子 就是因為Force of Vella曾經推出過的series 對 所以以前我們對於FOV出過的帽子 我們有兩種做法 做法A就是 如果我們發現 因為始終毛具 它不停在進步 它不停在進步的時候 其實有些舊帽子 雖然它還是很漂亮 例如我舉個例子 好像這個 要跟著你才行 先收到帽子 好像F14A一樣 其實還是很漂亮 你看到很多細節 但是我們發現的就是 其實它都已經是 差不多10年前的模具 所以我們要是 就會改帽 改帽呢 那就令它更加漂亮 要是 就是會 重新推出 但用一個低一點的價錢 那就是 等大家 如果你想便宜一點可以玩到 那有得玩 但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 那你就改帽 配合現代的做帽技術 將它再做得更加漂亮 但其實本身已經不差了 你可以關閉一下 其實我看到有些 就真的好像改進了 或者目測 你有玩的? 我也有留意 FORCE 比例這個牌子 當你其實知道 它那些軍事模型 就是比例 準程度高 但有時去到生產階段 可能 就是Final的產品 就有一點折扣 那現在我見到 這些是貨版 這些是以前舊的版 有這種 舊的版 有一兩隻是舊的 但是你說的是 你在農曆年假之後 就會見到 新的會推出市場 那現在這個 看到的這個標準 應該是 到時差不多 或者更加好 會更加好 絕對全部都會更加 因為現在看到 其實 OK 好過以前 我只覺得 以前有些在街上 你看到那些 那個塑膠感比較強 我們這些玩 其實因為主要 那個原因 是因為以前 他 即Forest of Vella 他們還要去找代工廠做 那變了有時 即是 你就算 和代工廠 不斷跟他們說 要改這些問題 也好 其實有時都改的 都是差一點點 但是我們因為自己生產 所以就絕對能夠控制 因為 直接想大陸跟他說 你有些什麼不行 不行 所以我們可以改 這裡有三餐廳 改 就是廣告 這些做得不好 改 消費者網上 即我們 有時如果你看YouTube 看Forest of Vella 那些產品的review 你會發現 我們有時 我們會在那裡留言 我們Facebook YouTube 我們都有看回 一些玩家 他們究竟有些什麼意見 所以 即我們 即我們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品牌 即香港品牌 在美國那裡再運 所以我們都 有信心可以 做得起 因為它其實都藏植了幾年 真的 好多謝Sunny 因為Sunny 第一次和我們 玩Live做網民 我覺得已經很好 即 又要介紹產品 又要招呼我的問題 原來Sunny是個魔術師 那麼有機會 我們下次 玩具TV 找它 即環境許可 找它變成魔術 當然和你玩具有些關係 有 有魔術玩具 隔壁 是的 但是那些 真的記得太多 即可能 混合你公司自己的產品 可能有些不同的 景況都不行 那就 謝謝Sunny 我自己都期待 即希望Forest of Vella reboot 那些質量 會比以前更加好 希望 因為始終現在的collector market 越來越 越來越 就是要求高 沒錯 我聽過你們的產品的價錢 就是非常之到地 即是貼地 即是不會說 離開地很高 所以希望 真的期待 知道其實 全世界還有很多軍事迷 香港呢 其實稍為沉靜一些 因為最近沒有什麼主流產品 除了無形之外 無形帶 因為大家砌不及 所以就令到 辛苦了 不用砌是最好的 是的 最後呢 謝謝Sunny 我們到這裡 謝謝你 謝謝 拜拜